當時車主就把車停在車格內 不過他要來取車的時候 卻發現車子被拖掉了 但其實讓他更切的是 他到了拖吊場 發現他的雨刷上 被夾了一張停車單 開了這張停車單 不就表示這是停車格嗎 那又為什麼會被拖掉 車子一開仔細看 白色隔線旁 還能看得到計次的字樣 不過一旁還有紅線 讓人看了不煞煞 連日下雨的關係 所以原本塗銷的一個隔線 有部分的一個部分是浮現出來 原來是連日大雨雨水 把原本塗銷的停車格黑漆 沖刷掉了 原本被塗銷的汽車停車格白漆 當然就浮現 加上雨天視線不良 這不是誤導民眾嗎 畫畫畫畫 應該會停進去吧 那燈光那麼暗 看到有白色的線 應該都會停 任誰看了都會停進去 不過車主更無奈的是 這一案怎麼可以兩罰 難道脫掉業者 都沒注意到車輛 已經被開停車單了嗎 紅線確實現場是有存在 那違規事實認定 因為部分這部分 可能要再請教官大隊 那邊再了解確認 交通局緩家說 脫掉業者負責 脫掉紅線上的車輛 不會注意車子上的停車單 是哪個區域的收費員開的 不過這車格的確有瑕疵 會盡快再找人 把車格塗銷完全 車主也能申訴 只是儘管可以申訴 但罰單脫掉費 一千九都繳了 還得花時間處理 Letsa的停車格線 加上Letsa的執法單位 最後倒霉的確是 無辜車主 記者陳聲音 內部下高雄報導